有没有想过要存多少钱才可以安心退休呢 华欣保险专员就表示成立退休账户 不仅可以来检视自己的理财概念跟结税之外 还可以省下健保费用 可说好处多多 现在是报税季节 很多人都在问说到底怎么样可以扫缴一点税金呢 那如果现在是你在报税 然后发现说你要补一些税金进去 那这时候不妨考量可以买一个IRA 那什么是IRA呢 IRA就是所谓的个人退休金的账户 就是说你可以把一笔这个你的Income 放到你的IRA Account里面 那这个钱呢就可以去抵掉你的税金 比如说如果你年薪4万块 那50岁以下的人 是一个人可以放5500块的这个IRA Account的金额 所以你的4万块就可以直接扣掉5万5 那你只要缴3万多块的这个Income的税金就可以了 那我刚刚提到说什么人适合买呢 主要是说如果你在报税的时候 发现说你要补很多税金进去 那这时候就可以考虑买一个IRA 那IRA的好处说除了存退休金之外 还可以这个少缴一点税 那最大的方便当然是说可以滚一些利息 因为IRA的账户有不同的产品 那每个产品都有不同的这个利息的选择 也会有不同的Bonus 比如说像有一些账户 你只要存钱进去 马上就会有7%的Bonus 那你每年都可以放一些新的钱进去 那每年都会有7%的Bonus 那另外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利息的方式 比如说比较保守的话 你就选这个Fixed Interest 就是说你每年有可以拿到固定的利息 那或是你比较aggressive 想要投资像S&P500 这种股票市场的指标的话 那你也可以放一点这个比例 在这个股票市场里面 那利息的话一年可以达到 在15 20%左右都有可能的 所以变成说利息的方式 也可以自己选择 那除了说存退休金 拿Bonus滚利息之外 那还有一个好处是说 大家也都知道说 现在这个加州全保 是用这个家庭年收入 去决定你的保费 那如果你的这个income 扣掉Aira account之后 让你的income降低 那你也可以看看说 你的这个保险 你可以问一下你的保险经济说 你的这个Cover CA 是不是因为你买Aira之后呢 你的income降低 保费可以省一点 因为你可以拿到一些政府的补助 就是premium system的部分 所以买Aira呢 真是一举数的 第一你可以存退休金 第二你还可以节省你的保费 那你还可以就是扫缴一点税金 还可以再滚利息 那多存一点 多累积一点 这个退休的这个资金 所以是一举数的 很好的一个选择 那如果你已经报税了 才发现说 原来你可以买Aira 那得到这么多好处 那该怎么办呢 你还是可以买Aira 那变成说你买Aira之后 拿的那个证据 证明直接请你的会计师 再帮你报一次 这个补文件上去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加讯then 两酒